原来我认识一美女 叫郭博士 就我泽编 我在她那出了 我第三个愿望 就是我跟我儿子妈离婚的时候 那边画册是在她那出的 她底下有一个叫 有一个饭店 菜做的不错 四川菜 我们老婆好在那吃饭去 每次吃饭她都带着她儿子 她儿子第一句话就有事 别加葱姜蒜 嘿 我就说这那么孩子 后来这孩子 这孩子是 对 为了考大学改户口 我还帮了她忙 为什么 我认识公安局长 就给改成手术民族了 我老觉得这孩子有点傻 但人家的孩子呢 人家都看着好着呢 我觉得这孩子有点那么二 至少二 不吃松姜蒜 因为她里边缺这几位东西吧 我手里这就是姜 这姜 这么这么点姜 你看他写着生姜 就是生姜 还有熟姜呢 这是宝菜 是远销海外三十五国家 远销三十五国 这么点姜 你这是多少钱 这么一块 姜都在这儿卖的 这么一都落 这么一都落 七块钱 就七块钱 你说姜呢 都是按块卖的 我就弄不懂中国这蒜 中国的蒜呢 我去欧洲看那个卖蒜 去德国 那蒜也是这么一小口袋 哎呦 买的贵极了 全是欧元 我就说真那么贵 真贵 中国蒜呢 都不是按头卖 你说按头卖多挣钱 那老农民都按辫子卖 怎么叫辫子呢 就是把那个蒜 然后编起来 哎就这样 你看 这就叫 哎 这都叫辫子 啊 编成一辫子 一辫子 他们怎么编的 我也不知道 嗯 你看德游挺有手艺 是吧 就跟那个大姑娘 大姑娘 小媳妇就都是啊 就就中国传统 就小媳妇就都 不弄这样辫子了 啊 只有跟大姑娘 才是什么辫子的 叫一辫子 一辫子 他这编的特紧 跟山东河南编的不一样 你看他这一辫子 就是这样了 这大蒜这东西 特别奇怪啊 特别奇怪 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就老说 接一敌人 一小撮接一敌人 广大革命群众开心之日 就是一小撮 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啊 接一敌人就像乌鞋下的大葱 叫 呃 呃 叫什么 一而哭 根儿干 心不死 啊 这葱跟这蒜这东西 你别看它有味 臭大葱 臭大蒜 它真是啊 你看这叶 叶枯 啊 根儿干 啊 你看这根儿都干成这样了 真是他妈心不死 在北方 老百姓都把这蒜 就往房 就往房盐子上一挂 哎 你挂这没事 反之 你要把这蒜给揪下来 你把这葱拿下来 搁在冰箱里 它倒坏 它倒烂 这不知道什么原理 嗯 所以你到北方 你看 好多老农民家门口都挂着这蒜 一说这东西呢 就是啊 我就老想起我原来 原来上山下乡 学农 啊 学农在农村 我们学校呢 是 我们学校是十三中 嗯 十三中原来其实叫 辅仁附中 就辅仁附中 嗯 然后这个学校呢 呃 就在庆王府 嗯 这个先气 其实就是庆王他们家 啊 不是庆王他们家 在庆王 庆王府的东边 实际是涛贝勒府 嗯 涛贝勒府 这大清朝都知道 有王爷 有贝勒 有贝子 啊 我就不解释那个了 啊 嘿 我这机器 这怎么弄呢 我这 嗯 我得把它给 我得把它给 我得把它支在这 不然我这手啊 就没变成两个手 双手操作 嗯 我这机器打开 没打开 嗯 这算 然后呢 我们这学校呢 是上过红旗杂志的啊 叫开门办学 越办越好 所以我这手 你看我一到哪 我都弄好多工具 锤子 你看这锤子 这锤子 原来我那时候 我在美国 在我们家农场 我想离开那农场 我再回去了 我就临走的时候 我拿了一把锤子 我觉得锤子是所有工具 里边最好的啊 我就拿了一锤子 那锤子我还记得 这个清楚 是那个叫 那叫什么牌 美国那州 伊利诺一 是伊利诺一牌的 那锤子 那锤子是个整体 这是金属的 瓣也是金属的 到这就细 到这细 还有点弯 到了这呢 就是一种符合材料 就像橡胶似的 像橡胶 手你 那你帮帮帮你砸 你不觉得累 啊 手也觉得不震 那把锤子呢 那把锤子呢 就是我修 我房子漏 修房子的时候 刘木燕 找了几个工人 那工人帮我修完房 房倒不漏了 我那把锤子找不着了 我回刘木燕 或者那几个工人 把我那锤子给偷走了 我一到哪都锤子 锤子就是我中学的时候 学工 那时候青春期刚发育的时候 我就知道怎么使用锤子 到现在我仍然认为 锤子是人生最重要的规矩 最重要的工具 是吧 比斧子还重要 锤子 啊 你看我一到哪 喝马上这一加倍 乱七乱七八糟 公子棍啊 这个胡呀 我那是拿它当 每天早上捡酒才用的 嗯 那时候 我们学工 学工呢 是在北京池厂 北京池的厂 现在在哪呢 就是现在的那个 静松桥一带 我记得得从我们家 也不是坐几炉汽车 啊 得换车得去啊 每人发一工作服 弄一套秀 我的工作就是车八五轴 就是212吉普 212吉普的变速箱里的八五轴 嗯 我开那大吉床叫红旗 啊 又叫腰八 是苏联山寨的英国机床 嗯 然后呢 我车的那工艺 那个叫光洁度 最低 叫腰花三 就是一个道的三角 啊 好像写个三吧 叫腰花三 就是光洁度最差 把那大锈铁活 一块一块锈铁啊 给车成一个亮晶晶的一个 呃 啊 那个212吉普 他那个变速箱上的一根八五轴 八五轴 长得嘿 就跟这垂了头似的 当然是等粗的啊 一根圆柱体 那八五轴 还有就是那变速箱的法兰牌 啊 叫嘎斯什么什么 因为212吉普 纯粹山寨的苏联嘎斯六九 所以那法兰牌都写着嘎斯多少多少 我们还学农 学农呢 就到顺义 顺义呢 我不记得是城关公社 我现在老咳嗽 这嗓子奄奄 我们这是下大雨 啊 我们这是下大雨 你看 后边都下着雨呢 是吧 嗯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种树 我不知道叫什么树 这树啊 能做什么 能做刷锅的那刷子 嗯 啊 这个你看 这些都是做刷子了 你看这做刷子了 你把这皮包下来 它特别认 能做刷锅的刷子 嗯 嗯 然后我们去学农 学农呢 是在顺义县 城关公社 马坡 哎 城关公社 马坡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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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叫马坡乡啊 啊 那时候叫马坡 马坡大队 马坡在下边有村 有三个村 一个村叫向阳村 向阳村 当地老百姓说话 北京说话 不叫向阳 你说向阳 肯定 拿你当台湾 台湾过来的 没讲特务了 你得说向 向 向阳 他们管向阳 这个村 叫向阳 那时候村不叫村 叫大队 向阳大队 啊 向阳 啊 向阳 我们上学也都叫 连排班 都跟军队似的啊 都是军队 准军队似的组织 就跟现在的乌克兰似的啊 就跟普京似的啊 战斗民族 然后呢 过了向阳 再往前走 叫西风乐 再往前走 叫东风乐 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学农那村 叫东风乐 东风乐 多泼头 养活孩子 一窝猴 啊 啊 当地是在朝白河的 那个沙滩上 吐了巴基的 小孩都放了巴基 所以那迷艳叫 东风乐 多泼头 养活孩子 一窝猴 我们那个小组呢 跟别的不一样 啊 那时候不叫小组 叫班 我们班呢 跟别的不一样 住的是单独住的 一农户家 农户家那哥们呢 呃 我们都管他叫猫眼 啊 有一天他特认真地来说 说老唐 你他妈别当着 我们家叫我猫眼 我说干嘛呢 他说伤自尊 我们这 你那 我说那我管你叫什么 他说你管我叫四头 他说他们家老四 四头 叫四 叫四头都行 就是别叫我猫眼 啊 我说那行 以后我就叫你四 啊 他说叫四呢 最好你管我叫金四 我说为什么叫金四 黄金的金 金四 金四在我们东风乐 就属于崇拜的意思 我说那我以后就管你叫金四 嗯 这这么多天 他们村里还一人叫小老 长得起有点奇心怪状 这奇心怪状呢 跟我们班的一个同学 叫张红斌长得特别像 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但那个张红斌后来当的火车司机 那小老在当地就属于阶级的人 属于属于叫地富反坏 他是他地主算不上啊 他穷人啊 地富也更也算不上 地富反坏右 地富反坏右都不算 但他算流氓 流氓逃气 什么地比反正受人击乎 没事民兵什么的 老拿大枪 给他两枪拖子啊 我见过他 我都觉得挺可怜 我们认识的 人为的那些流氓 全都是流氓 杀人放火 面目猙獰 是吧 穿喇叭口 裤子 留大长头发 抽烟祸干嘛 或者男的女的都挂馅 小老不是 我第一次见他 背着一嘴柴火 那柴火 嘿一大捆 小老这么点 供着一个腰 一小孩啊 也就十来岁 我们那时候才十来岁 我上北大才十八岁 那时候可能十二三岁 小老也就十二三岁 扛着一大堆 一大堆 小老是一个孤儿 现在我也老经常想起了 这小老到底是怎么样了 以后我又去过朝白河 又去过东风乐西风乐 我也没找到过这小老 那金寺应该当时就是在村里 就成分就不错 现在肯定也不错 嗯 就是我们老爱 因为我们单独住在一农民家 所以每次在那个呃 我们有十三中是名校 嗯 开门半学学半好 所以在那个土拨一高台子上啊 有一个农村分校 每天吃饭的时候呢 不吃农民家的饭 都到农村分校去吃饭 平常吃窝头啊 只有中午一顿有馒头 有馒头就有人偷馒头 是吧 偷了留着晚上吃 结果就被逮着了 那个 那我们学校那人叫赵大拿 那个学校那校领导叫赵大拿 赵大拿 名字叫赵什么来着 他儿子叫赵岳 是我们班的 逮着就说 把那馒头举了 偷几个馒头就举了几个 啊 他还在边上踹人家一脚 学生不敢回首啊 说闹文化大革命也不敢回首 把手举起来 那这偷馒头就举起来 举着喽 啊 那一人就举止了 啊 把手举起来 这都恍若隔世啊 就跟昨天发生的似的 啊 后来是我考上北大那年 赵岳考上兰州大学化学系 现在也不知道他上哪了啊 赵岳他们家那片房子全拆了 后来给总 总餐盖的一大楼 现在你要坐公交车 坐107 坐111 于站叫东 东关房 东关房一下来 原来赵大拿就住那 啊 这都是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海艺人就 哎 我不能说名了 那名因为昨天 呃 不是昨天 一个星期前 在周多他们家 说起来 啊 那是我中学老师 那是我中学老师 两派 一派把他说的是天使 一派把他说的是恶魔 他比我年龄大很多啊 应该也早退休了吧 就不说这人啊 那人故事更多了 嗯 那人故事更多了 嗯 还会教数学的也特逗啊 教啊 他那手呢 你说我这臭脚吧 叫汗脚 出汗 哎 他那手跟我这汗脚似的也出汗 他教数学 那时候我们的黑板就两种 一种是木头黑板 涂着黑漆 还有这黑板是石头的 石头他那手就在那石头黑板上说 教教教人啊 啊 这个角就他妈等于这个角 这个叭就他妈等于这个叭 这就叫叭酒叭酒叭酒叭叭叭 这哥们也特逗 特逗 这逗都没边上 我们一认识一老太太逗 就是我们那房东 啊 那房东 我们我们住的那地儿呢 离那个吃饭的分校比较远 去时候都得整队集合 但是整队呢 我们就不愿意走那路 那路呢挺遥远 啊 如果经过长远啊 我们掏了几个狗洞 那个朝白河边上东风乐多拨头 养过孩子一拨猴嘛 所以那竟是土墙 掏一窟窿我们钻过去 那地儿我们都藏了好多大土壳了 中一看到吃饭的时候 我们哐哐哐哐 几块大 学地刀战地雷战 学习八路嘛 土八路的 啊 打土块 哐哐哐 哇那吃饭的一扔 哎 啊 我就刚才说的那个 后来是 在那个国办 中办当秘书 后来是当外交官的 那我那老师就逮我们 我们刮一钻 就进柴火堕了 而且他是老师啊 二十多岁 我们都是十几岁小孩 不像现在我这大肚子 是吧 都大肚子都隆起了 那时候小芝麻孩就跟黄鼠狼似了 找一窟窿眼 唰 唰就能钻进去 啊 你看 唰 一下就钻进去了 他哪找得着 逮也逮不着 是吧 尤其晚上的时候 晚上农村没登 去的时候打着手电 哎 然后是吓唬人 把手电搁在下面刻着 由这往上一吐舌头 啊 吓唬人一下 都是那时候最美好的时候 那时候也不兴考试 啊 玩呗 上山下乡 广阔天地 折腾呗呗 哎 对 我们班还一人特坏 撒尿啊 农村校 农 庄稼一枝花 全靠粪当家 他把那电线给接尿缸里了 那据说把我们老师给垫住了 这一垫 一垫他 他一紧张 尿就停了 尿一停 出于惯性 嗯 惯性 不不不不不 据说 据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啊 呃 我记得就是有一天 也不是有一天 有一个老太太啊 那个来我们分校 借 借车 然后那个 那个 我老师呢 没借她 没借那老太太 又骂了一路回去了 说 嗨 你妈逼卖四方布 卖着四方布 就说那老师 嗨 你妈逼卖四方布 嗨 你妈逼放八篮屁 嗨 你妈逼十三中 嗨 你妈逼打饭吃 因为那老师说 这车不能借给你 我们学生还一会儿得打饭呢 所以就把那老太太给惹火了 那老太太就东风乐多坡头 养过孩子一窝猴 那老太太就说 嗨 你妈逼卖四方布 嗨 你妈逼放八篮屁 嗨 你妈逼十三中 嗨 你妈逼打饭吃 过两天又是这老太太 这老太太 她大概有好多这种蒜 她大概有好多这种蒜 嗯 这种蒜 啊 然后呢 她这个 她这 她这蒜 啊 她这蒜呢 被人给偷了 被人给偷了 结果她就骂 骂 说 啊 谁他妈昨天晚上把他妈我给蒜的给给把我蒜给偷了啊 啊 这么大的头啊 这么大的子头啊 啊 子头算的 这么大的子头算的 一宿干了我七八遍啊 哈哈 一夜偷着这老太太七八遍子算 这老太太哎 就是骂 和你妈逼放四房布 和你妈逼骂八篮屁 和你妈逼十三中 和你妈逼打饭吃 就说 这么大的头啊 一宿干了我七八遍 哎呀 所以就是 现在是都是一想恍若隔世 可是一想到年轻的那会儿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哎 你说这姜姜为什么按块卖 这么几块姜就卖七块钱 而这蒜按辫子卖呢 啊 为什么这蒜就按辫子卖呢 嗯 像我眼前那蒜是吧 你们就看不出来 你要买你肯定买这头大的呀 是吧 啊 这么大的子头啊 哎 那是用化肥的 啊 你看那小头 这小头 哎 这小头 是用农家肥的 不是化肥的 哎 一般人看不出来吧 只有我看得出来 为什么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 我们应当相信党 这是两条基本的原理 嗯 我既是群众 又是党的耳目喉舌 退休的耳目喉舌 我一直在说 我应当下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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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